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只差一个三角形 我最华丽 最独一无二的 香蕉城堡就快要完成了耶 我的三角形积木怎么不见了 小杉杉 小木木 你们去哪里了 香蕉城堡 你在找什么 水蜜桃姐姐 我的三角形积木不见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 香蕉哥哥 我真的很想帮你 不过现在我的肚子真的好饿 我要先吃下这个饭团 不然等一下 我可能会饿得昏倒喔 饭团 等一下 水蜜桃姐姐 你这个饭团不就是我心里面 夢寐以求的黄金三角形吗 你看 只要把它放到我的城堡上面 最华丽 最独一无二的香蕉城堡 就完成了 好棒喔 可是 香蕉哥哥 等一下啦 我知道这个城堡 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是这个饭团对我来说 也很重要 因为这是我一大清早起来 自己亲手做的 水蜜桃油脂美味饭团 外面可是买不到喔 水蜜桃姐姐 你说这是你自己做的 哪有可能 哪有不可能 你想吃的话 我也可以做个给你吃啊 而且这个造型可爱 味道又特别 水蜜桃姐姐 教我… 没问题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快乐毛髮团 GO 要动手做了 水蜜桃姐姐 今天要教我们做的 三角日式御饭团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准备沙拉 还有肉酥 那我们先把肉酥 倒在这个美乃滋里面 好 然后用汤匙 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 肉酥跟美乃滋融合 就像这个样子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塑胶袋 还有一条毛巾 把毛巾折一折 折成跟塑胶袋 差不多大小的样子 然后放在塑胶袋里面 嘿 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毛巾上面 撒上一些开水 好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的饭粒就不会黏在塑胶袋上面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 饭整个倒进去 嘿 好 然后稍微压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稍微抓一小球 刚刚我们拌好 美乃滋的肉松 把它弄成一小球 然后放在中间 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毛巾四个脚拉起来 嘿 然后呢 把它这样子 整个一只压一只压 把它包起来 让里面的那个饭呢 包了肉松之后 变成圆圆的饭团 嗯 好 稍微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饭团呢 稍微压成三角形的样子 真的变成一个三角形耶 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饭上面 沾一点点的水 然后拿一片海苔 好 它压在这边 好 你看 这样子我的三角饭团就做好了 好厉害喔 水蜜桃姐姐 想不到你会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我也要来做一个 起司烧饭团 好 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我们来看一看吧 要准备 白饭 切碎的芥兰菜 还有蛋汁 还有捏碎的起司 还有黑胡椒 好 好 那我们先把蛋汁呢 倒在 倒一点点 倒大的碗里面 然后呢 再把捏碎的起司倒进去 哼哼 然后再加一点 黑胡椒 可以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样的味道 就可以加多少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 搅拌 我们再把白饭跟芥兰菜放进去 白饭 还有芥兰菜 里面不要太多水分 不然它会变得烂烂的 把饭跟菜搅拌均匀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呢 你把这个饭弄得有点湿湿的 你可以再加一点白饭进去 如果太干了 你可以再加一点蛋汁进去 好 现在我们来捏成三角的形状 反复的鸭 它的手势就是一手放在下面 一手在上面这样子 握紧…握饭团 再握一次 它就会变成一个 三角形的形状 真的耶 好棒喔 但是呢 这样还没完成喔 我们要再放到烤箱里面去烤一烤 那烤箱要先预热到170度 然后先放进去一面烤10分钟 烤好之后呢 再翻另外一面烤5分钟 然后就好了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烤好的 其实烧饭团好了没 在里面耶 好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了 好期待喔 好香喔 好多喔 那我夹一个出来看看 好了耶 你们看 起司烧饭团 真的耶 还有我的三角饭团 你一下子做那么多个好厉害喔 没有 因为趁你做的时候 我刚好有空做别的 而且小朋友 你看喔 如果你用大片的海苔包起来的话 就变成像我们在便利商店 买到那种饭团一样喔 这一个 哇 好多海苔喔 对啊 好大吧 那现在又到了我们的吃吃时间 耶 夏洋哥哥你的感觉很好吃耶 那我先吃看看喔 好 这里面呢 刚才都有 蔬菜的营养还有蛋的口味 怎么样 我觉得很特别的味道耶 因为里面有加起司 所以跟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另外一边 好啊 真的耶 还可以吃到起司的香味 然后又有蔬菜很营养喔 那你的呢 我很期待 这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的传统口味 真的 好 那我要吃吃看了 我要吃吃看 好 怎么样 好好吃喔 真的吗 那我要试试看了 一口咬下去就咬到刚刚 没有肉酥拌美乃滋的香味 你看 每次只要成熟 小跑步的状态就是好好吃喔 真的 好棒喔 小朋友很简单的东西 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做看喔 对啊 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 一起來做好吃的点心 那等一下呢 跟我们一起来玩 一分钟玩创意 香蕉 水蜜桃 一分钟玩创意 好吃 真的耶 YA 又到了一分钟玩创意的时间了 今天要挑战一分钟的是 水蜜桃姐姐 YA 我准备好了 那今天要准备什么吗 今天要准备的是 断带两条 一条宽的 一条细的 那现在呢 水蜜桃 一分钟 計时开始 首先呢 我们把细的断带呢 放在宽的断带里面 然后两条一起对折 就像这个样子 好 对折好了之后呢 我们拿夹一个回纹针做固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拿胶带 在这个断带的四个点呢 斜斜的把它贴在一起 贴在宽的这个断带上面 那记得在贴的时候 小心不要黏到里面那个细的断带了 好 把它给黏起来 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多久 现在还有吗 待会再告诉你 20秒 怎么这么快 时间可是不等人的 好 最后一条了 把它黏起来 20秒 好 然后呢 把回纹针拿下来 好 3 2 1 我完成了 登登 耶 刚刚好 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就变成一朵花了 对啊 我做的断带花 有没有很棒 哈啰 好厉害喔 你怎么会自己想出这个东西 因为啊 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 人家送我礼物上面就是这个花做的 然后我就研究它是怎么样做 自己发明的啊 好巧 我也收到了那个礼物 在这里 你也有一个 你看喔 我也来试试看 啾 啾 对 就是这样 姐妹花 真的耶 姐妹花 好可爱喔 而且 水蜜桃姐这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种 这种大家一定比较常见到 也是用这个缎带就可以折成这个花 礼花 你看 黏在你的头戴上是不是好可爱呢 那它是不是叫做阿花 变阿花了啦 这是猩猩造型的花朵 不过自己做就可以在自己 送给朋友的礼物上做点装饰很漂亮喔 希望小朋友喜欢 下次要记得再收看我们的 快乐魔法屋 下次见囉 拜拜